余文鋼 余文鋼問老師的問題 這是他有關的水殘 想說水殘的鑑鑑可以種薄 要怎麼放這個鑑鑑鑑的水呢? 飲過啦 他的意思就是滲透過來 這通常 因為鑑鑑要種什麼 這實在 不是我們可以去工工 叫人不要種 所以像泰保這邊 很多種做文實的 他們都會做縮責 為什麼他們會做縮責 塑證 縮責 做那個鑑要做什麼 抽水 鑑鑑如果水中在淹水的時候 你覺得你不能用那麼多水 還是說你種的東西不能用那麼多水 你就把它抽 這抽起來鑑鑑很煩惱 我末達一直 一直把它放 你把它抽 你把它抽走 因為水是流動的 那水的水也不停 所以有時候這個也很麻煩 但是有時候沒辦法 你如果沒這樣把鑑鑑鑑鑑鑑的 因為你沒辦法控制水分 有時候要這麼多的控制 會稍微有一點點困難 不是說這樣就不會鑑鑑 就是說你在控制這個鑑鑑會有一點點困難 但是說真的 真正的技巧就是要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又有辦法讓他做鑑鑑 這樣是真正的鑑鑑 鑑鑑就是說在任何一個地方底下 表現都很穩定 但是通常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很容易做到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去 最簡單就是做這個鑑鑑鑑鑑 其實說簡單 它也是很麻煩 你要用這個 gly由去幫他鑑鑑 鑑鑑鑑鑑 如果在水修進去 夠一定關頭就把它丟掉 這個通常是你需要去做這個鑑鑑鑑 這是第一種就是這種 另外一種比較複雜 就是我跟鑑鑑鑑 因為我們鑑鑑鑑 我們是不是旁邊撈一條膏 譬如說它的水來的時候 它都可以抵在膠底 我們股面可以 因為你用膠 所以你把膠底撈比較深 土就噴起來在股面 你股面是不是就蓬蓋起來了 蓬蓋起來 這個水就比較不會那麼多 主要是這樣就會晒 所以你要種也沒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它隔離要撈起來的時候 反正你就是我們這個膠 尤其你如果要適合膠底的地方 因為我們不可能種在旁邊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說 稍微微生一點這個民情 我們要比較多我們的蠶 這個膠的地方你就留比較遠 留一個膠在那裡 這個膠如果是相平 譬如說你四個連鎮都水蠶 你四個連鎮就遮得比較深 搖起來這個土就放著我們的 一個股面給它好高 現在這個四個連鎮 如果是正經這樣又沒法理 你就能在這個膠 一個地方搖一個比較深 就是說這什麼四個連鎮都給它 都用一條膠跟它搖起來 那它的水就液起來 液起來我們可以把它調調 你能在那個地方找一個 食合白水的一個地方 你搖一個筐 搖一個比較深 現在跟這個鎮的 看鎮的帶來用一條潛水帽 一個污水帽帶 在裡面 蒸一個普及 現在水滴滴滴滴滴 到一個冷凍 就開始噴 如果沒有水 它就自己就點去 現在水又液液液液液 液到那裡又點起來 又抽出去 這樣這是一個最簡單的 這個做法 但是這種就是做起來之後 其實對我們來說 這個水分的控制會比較容易 就是說 比較適合有一個差別 但是你也是要看看 如果我們的底 應該都比別人比較低 比如說你一直在那裡很低 這個水都一直液下來 那很難做工作 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把自己的 種的地方人管 這就是客案的 所以 膏都把它液液液液液 膏液液液液 顧面人管 這個膏 如果有抽一個地方 可以水下去塑 這大概是這樣來做 應該就有辦法把這個水 比較不會液下來 因為水分我們如果有辦法控制 我們如果有辦法去控制 我們的水分 比較不會吃熱的時候 這有一個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在控制 燈豆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會真的會比較容易 或者說漏液 或者什麼樣 我們也有縮增在那裡 不是說只有隔壁的水液起來 還有一個很大的 其實最大的好處 就是說 剛才漏液液 剛才漏液液液液液 我們不然不會去液到水 比較不容易去泡到水 這對我們來說也有好處 所以就看你怎麼來 做這個工作 這樣 這實在擔心 一個小小的欠意 這有時候 和橫濱 如果大家保持有留的 比較好色 店舖 這個德索 有時候會跟我們 不要說什麼 跟大家橫濱 如果好作為 跟我們看頭看尾 這就差很多 差很多 我們就很容易 有時候這些問題就不容易 譬如說 我們要來台灣 還是要做什麼 有的破壞性 有些 反正這個社會 這種問題也蠻多的 這種破壞性就比較不會那麼嚴重 這在這裡 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這個事情 想像是我們正常在的